嘿大家好我是吴空 那今天这视频实际上是上一个电视棒扩容的视频的续集或者是第二集 那上一次视频出了之后 有很多小伙伴反馈说他们利用这个方法已经成功了 但是也有一部分小伙伴说他电视棒根本都不识别U盘 那比如说我手边的电视棒ON 插上U盘之后竟然没有将U盘设置为内部的存储设备 而只有一个选项就是弹出 所以看到这里就很多人小伙伴就非常的失望 那这个问题我当然要解决 那我分析一下可能是有些电视棒 他没有将外存写入的一些权限就是释放出来 总而言之就没法直接去设置U盘储存 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能用代码来实现 当然了我知道大家对于代码还是比较发触的 所以我就连夜的写了一个小工具 这个小工具主要是帮你来实现强制扩容的目的 当然了我也会考虑电脑的用户写的批处理的文件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会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展示我软件的使用方法 其实非常简单 就五个步骤你就可以完成强制扩容的目的 如果没有安卓手机你也可以用电脑来实现 所以第二部分就是点电脑如何实现 我希望大家看这种工具视频的时候 一定要把整个视频都通篇看完 因为很多细节都在视频的说明里面 另外如果大家下载工具的话 就直接在我视频下方的描述区就可以找到 我再次强调并不是所有的电脑都需要我这个工具 而是有一部分比较顽固的 根本就不识别U盘的这一类电脑棒 才用到今天这个工具 好了 我们前面就不废话了 马上开始今天的视频 好 我们这边打开ON电脑盒子 边在设置里面 然后我们打开开发者模式 点击设备偏好设置 点击关于 然后拉到最底部 我们按四线内部版本号 好 这样就开启了开发者模式 点击返回键 点击开发者选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勾选USB调试 出字之外 我们还是到倒数第二项 我们把强制允许外存写入 给它打开 好 接下来我们就插好U盘 电视盒子这边就有一个通知 我们点击通知看一下 它说什么U盘出现问题 先不要管 接着点 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边只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浏览 一个是弹出 并没有我们上次说的 将U盘格式化成内部存储空间 没有这个选项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请出 我开发软件了 我们点击我开发软件 FESD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工具 就大概有5步 这时要求我们输入盒子IP地址 盒子IP地址在哪里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设置里面 我们找到WiFi相关选项 那么在这个WiFi里面 就可以看到它的IP地址 然后我们手动填写一下 125 接下来操作都在手机上面 点击第一步 点击第一步之后 盒子上有一个弹框 注意这个弹框一定要出现 点击允许 接下来我们点第二步 点完第二步之后 可能U盘还会有一些什么错误的显示 不用管它 通知栏不用管它 然后接下来它就会显示第二步已完成 我们接下来就点第三步 它这边显示第三步已完成 然后通知栏可能也没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设备偏好设置里面存储空间 这个地方可能会显示什么安全弹出之类的 不用管它 总之一二三步就是这样做 第四步比较关键是格式化U盘 我们点一下格式化U盘 这个过程可能大概持续10秒 或者更长的时间 我个人建议在点完第四个按钮之后 大家等待一下 等那么15秒或者20秒左右 现在差不多了 我们点击最后一步重启 这个时候我这个软件就会退出 提示你盒子将会重启 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前就重启了 重启之后 我们一会儿再验证一下 好 现在盒子就已经重启了 我们再次看一下 我们点击一个设置按钮 我们找到设备偏向设置 我们这个时候再看一下存储空间 有没有识别 好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有了 我的闪迪的U盘 就是64G的U盘 点击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次 就不仅仅有弹出选项了 第一项是将数据迁移到此存储空间 也就是说这个U盘已经被正确的挂载和正确的识别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它能不能真正转移 好 比如说HBO Max 点一下 已使用的存储空间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选项就是迁移到U盘 我们迁移试一下 OK 非常快就把它迁移到U盘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使用我开发软件来完成的操作 U盘这个电视棒可能比较特殊 就是一些强制外存写入的一些权限没有 所以我们只能用这个代码的方式来实现 如果说你现在没有安卓手机的话 你可以用电脑来实现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用电脑来实现强制的扩容 好的 电脑上也是一样的 我这边制作了一个批处理文件 就大概有这么123455步 接下来我们就按这个方法一步一步的操作就行了 首先还是将U盘插到你的电视盒子上面 它可能会有一些异常的提示 比如这边提示什么以安全弹出之类的 不用管它 首先第一步是连接电视盒子 双击一下批处理文件 这是我制作好的一个批处理文件 大家一定要确保电视盒子跟你的电脑是连接的是同一个WiFi路由器 第二点你要找到盒子的IP地址 刚才我们已经找到了 第三点确定你的开发者模式已经打开了 123如果都确定没有问题了 我们就开始操作 这边我会给你提示 就是这个网段 这个时候我们会在电视盒子上可能会有一个弹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点击允许就可以了 好 相当于是第一步就已经做好了 我们就把它关闭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步 就验证一下它真的是否连接成功 我们双击一下 你双击之后发现它出现$的符号 并且有一个光标在闪烁 那么就证明它已经连接成功了 注意好 我给大家设计第二步是为了验证它真的连接成功了 因为很多小伙伴不太清楚到底什么状态才是真正连接成功 就错误的执行下面的步骤 所以后面都错了 所以我加了第二步 就是为了让你知道到底有没有连接成功 如果出现上述截图这种状态 它是没有连接成功的 你还回到第一步 重新连接一次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步 就是设置U盘可扩展双击一下 好双击之后 它就出现什么处的一个标志符 只要是一二步没有报错 第三步一般都不会错的 好 这个也可以关闭了 第三步执行完了就是第四步 还是双击它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的屏幕上的反应 目前屏幕上显示的是安全弹出 然后这边它会显示一个什么空空 还有不可挂载 总之这样一个提示就是正确的 没有问题的 其实到这里就已经完全执行完了 最后一步就是非常简单的格式化U盘的存储空间 就可以了 大家就等待一下 因为它格式化U盘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格式化完毕之后 它会自动重启 你的盒子就跟着重启了 这个弹框也没什么用了 我们先把它关闭 也就是说电脑上的操作就已经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回到电视盒子看看 它有没有挂载成功 这边我已经重启好了 重启好了之后 它开机的有一个提示说 已经重新连接到USB 也就是说它U盘已经成功的识别了 我们来检查一下 我们点击设备偏向设置 还是同样点到存储空间 那么这边大家就可以看到 32GB的U盘已经识别了 我们点击一下 还是跟刚才一样 也是第一项是将数据迁移到此存储空间 也就是说 这个U盘是绝对可以正确的挂载和使用了 这样也就达到了一个强制扩容的目的 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分别用手机的方法和电脑的方法 给大家做了一个演示 因为我知道 其实很多小伙伴对命令好像不太感冒 所以采用了这种方法 当然理论上 其实只要是原生盒子 都可以用我这个工具来实现 只不过有一些盒子确实不需要这个工具 直接就可以识别U盘 对于那些不识别U盘的这些设备 或者是电视盒子 大家可以采用我这个工具来试一下 目前我测试过的机型可能只有ONN 因为其他电视棒都直接可以识别U盘 好了 希望我这个小众的工具 对你来说有一定的帮助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转发以及分享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